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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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身厨房的间隔 就比較長方一點,收長一點 另外廚房裡面也會有一個洗衣房 再加工人房 我們跟屋主商量過之後 都覺得洗衣房的功能性不太大 所以我們就把洗衣房的空間 撥歸去廚房的空間使用 把那一層變成一個巴桌的空間 讓藍戶主都可以在那裡有個小天地 藍戶主比較喜歡一些個人的時間 或者他自己一個人的時間 都需要比較寧靜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把書房、巴桌 都給了一個小角落 讓他可以自己享受這些時候 說明是角落 就是因為設計師有別於 傳統利用開放式廚房的中倒桌 或者將巴桌放在飯廳 這種作為招呼朋友或者聚會的做法 這次巴桌選擇放在廚房 除了為藍戶主打造獨處空間 也是為了增添單位不同的取景 其實本身現在這一刻巴桌的旁邊 其實是一個後門 我們也不太想那個範圍 只是一個進出後門的空間 所以我想去增添一個功能性 所以將那個範圍變成一個巴桌 以及早餐的用餐區域 另外我們將它貼近窗門的方向 連向著窗門擺放 因為窗門的景觀 是望到比較多些的樹木 另外因為客廳另外一邊都是望著樓景 所以我認為在那邊看著比較遠景的地方 去品酒或者吃早餐都會比較舒服 來到主人房可以說是女戶主的小天地 由於她鍾情手作 設計師於是為她打造一個工作空間 主人房方面我們就將本身這個間隔長身 拆了變成一個間房櫃 另外這裡有一個比較大的窗門 我們可以讓她掛電視機 另外那個窗門後面 都是一些收納的空間 可以擺放戶主來做勞作的工具 以及她們的雜物 另外這個櫃的旁邊 就是一個工作桌 所以我們將這個儲物的範圍 就讓屋主擺放她們的工具 以及她們的雜物 主人房套次設計 也有考慮到護主的生活習慣 為她們打造獨立空間 Jason 我知道這裡之前 其實是一個浴缸的位置 你現在在這裡做了一個洗手盆 那為什麼今次會做兩個呢 因為藍護主在用東西方面 都比較個人一點 她們不希望別人影響自己的用品 所以我們將這個位置 做了兩個洗面 亦因為這樣多了一個桌面的使用空間 另外現在做出來的設計 也可以讓她們知道 做兩個洗面時可以聊聊天 就是兩夫妻可以在這裡說說話 其實我看到這次整個垃圾桶 就不在地上 就搬了是平時我們在公共廁所 可能才會看到的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屋主也有隻狗仔 也比較活潑 也不想狗仔會動到 所以我們將垃圾的擺放空間 然後就放在一些高一點的位置 讓狗仔不會碰到 至於主人房的設計焦點 相信是床頭這裡的黑色調子痛窗 主人房這裡本身這隻氣窗 上一手裝修其實是封了的 我們覺得有點可惜 我們也想去見面 另外我們就用了一些黑色調子的設計 令整個空間的效果比較簡約 另外有一個設計感 另外這個調子是一隻拓門 令到它有一個開窗的靈活性 而關上窗門的時候 也可以有一個遮陽光的功能 令整個空間看起來比較舒適一些 有別於一般單位多用白色、木色等等 這些溫暖耐體的顏色 設計師今次大膽在大面積 無論是長、貴、門等等 用上黑色 黑色亦被稱為收縮色 因為明亮度是零 還有有耐聚作用 會令物體體諾顯得較小 不少單位只會用黑色做點綴 主要是想避免大面積去用 會造成壓迫感 但設計師Jason就認為 從調整物料材質入手 就可以迎刃而解 本身電視機的長身結構 可能很多時都會用一個裝飾牆的效果去處理 我本身認為裝飾牆的效果擺放在一個空間裡 我希望這個意思是有一個質感 而且也可以有一個黑色的元素 所以我就用了黑色的鋼材去製造了這個色面 令到它有陽光的時候 就帶了一些反光的感覺 另外其他的位置 我們就用了一些玻璃的元素去製造 譬如我們像我們 反廳側的長身就用了黑色的鏡 另外可能我們一些通道的入口的位置 我們用了不同的藝術玻璃去製造效果 這些物料都是帶有黑色的元素去配合整體的格局 本身我們用這個黑色的元素 都是認為會用一些比較多的質感去減低黑色的類罪感覺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黑色的鏡面 可以帶有反光的感覺 或者令到空間這樣擴大的原因 另外可能藝術玻璃那種波浪粒突紋的感覺 令到空間有一些脆微性 不會給黑色的感覺 會令到效果過於沉悶 Jason提醒當單位面積夠大 以及窗夠多的時候 再配合這些反光質地的物料 即使是做黑色 都不會顯得昏暗 同時天花、地板等的地方 就要盡量留白 雙見好、同鑽難 就算兩個人感情再好 要長期在同一屋檐下 難免會出現生活矛盾 大家不妨參考一下這個單位 如何在家居設計方面花心思 為自己和自愛 製造出各自享受的時間和空間 下一節回來和大家參觀一間 用木作為裝飾元素的單位 設計師如何透過不同形狀 和拼砌方式 打造出特色的設計風格 天然木材擁有層次多變的紋理 加上材質能夠帶給人溫暖感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應用在地板 天花或者木家絲等等 今集介紹的單位 設計師正正看重木材 在室內設計的可塑性 所以在單位做出不同的木造設計 一起去參觀一下 木材運用在室內設計當中 已經非常廣泛 無論是木地板、木天花、木飾櫃 還是木家絲 隨著科技提升對木材的改良 設計師可以藉著各種表現方式 將木融入在單位中 這次單位大蝙蝠用了木紋 但有時我覺得 如果全部都是平板的木紋 都挺沉悶的 所以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客廳的櫃 櫃門可能會凹陷入它的感覺 有些層次會突出邊位 例如我所說的這些位置 可以突出一個層次感出來了 其實最主要是視覺上 這個廚櫃連鞋櫃或儲物櫃 都是用了櫃門凹陷的方式去做 木材天然的粗礦觸感 加上每塊獨一無二的紋路變化 放在單位中 可以說是天然的裝飾 這次單位客飯廳一半長身和貴 都用了一種一體化的設計效果 至於木地板 就造成比一般直鋪、橫鋪 或者斜鋪地板更花巧的人質拼接方法 這種圖案是因為 我普遍覺得V-Shirt 當然是一種很特別的組裝法 在香港也開始慢慢武器 也開始多人使用 但我覺得V-Shirt 如果可以再多一點變化 就會更加漂亮 我選了這款地板 每一條地板有一個圓的邊 並且兩塊兩塊組成 而且那一條地板 不是太長 所以組裝出來的V-Shirt比較多 因為如果那塊地板太長太闊的話 我這個面積不算太大的單位 可能只是兩個V就已經完成了整個單位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那麼多東西去看 如果現在我選擇比較短一點的木紋地板 出來比較多的圖案會組裝出來 地板就會多一點點的元素去看 人質拼木地板 又稱為魚骨地板 是由等長的木條斜拼交錯 因為多了交錯的線條效果 所以在呈現木材得有紋理的同時 這些深淺不一的木條拼接 令到單一的空間增添層次感 要做到一體化的木源素效果 空間上也要足夠開揚才行 單位原則的廚房比較小 同時遮擋了飯廳的窗境 新的設計下 開放式廚房連接客飯廳 進入單位後的空間更大 視覺上更加歸一 為了進一步打造乾淨利落的空間 這次客廳都寫棄傳統的電視櫃做法 只是做半個電視櫃在牆身旁邊 多餘的雜物、裝置都向天花收納 所以基本上它有一個簡單的機頂盒 要安裝的話 只要安裝在現在的弧形玻璃 下面其實有一個凹位 下面的小小位 就是要放一些電視用途的東西 從那裡穿出來接駁 這次單位其實改動比較大 尤其是廚房有任何電視櫃 由於廚房改動 也涉及到喉管的改動 所以很多喉管 很多的煤氣錶 甚至乎本身家裡要用到的 一些上網的路線 都要找個地方去收藏 所以其實現在身處飯廳上 這堵牧民的假天花 其實就收藏所有的這些 我們稱之為不太漂亮的東西 都放在上面 並且做了一、兩個生口 當日後要需要維修 要需要去檢查的時候 其實打開一個生口的殼 你就可以去裡面做一個維修的動作 打造完空間佈局 下一步是幫客飯廳製造視覺焦點 這次飯廳中倒台 以凍石拼木條紙做設計 凍石本身的密度都比較低 如果你放大來看 你會看到很多細孔在裡面出現 若果有時有些污漬 譬如石油等東西 長期滲了進去 沒有去擦乾淨的話 就會吃掉進去 所以這種石通常我就是放在 可能你看到我的茶几 或者中島的位置 或者飯桌位置 都用到這種石材 但是可能廚房 或者是浴室的檯面 通常我都不會用這種石 因為怕吃到這些積去 就比較難打理 佈足的設計 做工上是會花巧一點 都是對於師傅來說 可能它對每一條的比例 高度、長度都要恰當 才能做出來的感覺是會漂亮 尤其是這個加上一個弧形的櫃 即是兩邊是弧形 所以做出來會更加複雜一點 這種元素其實近年都是比較流行 但由於它比較幼和密集 如果大蝙蝠用在長身或櫃 我會覺得更加密集出來 會未必太舒服的感覺 所以只是可能在少許位置 在飯廳就放在中度 在主人房就放在床頭板的位置 都有這個佈足的元素 來到主人套房 設計師繼續把木元素 發揮得淋漓進節 最特別的相信是衣帽間的櫃門 不同在客飯廳的完整木紋櫃面 這裡做木框拼藤網櫃門 這次衣帽間有兩組的衣櫃 總共有四個櫃門 按比例來看 其實它很適合加一些騰網元素 因為有時騰網如果太大 蝙蝠太闊的話 它會有很多瑕疵 或者會拉得不夠直 有些彎的情況會出現 幸好這次的衣帽間 那四個櫃門的比例是一樣的 而且不是太大 所以我將這種元素 加在衣帽間櫃門裡面 變成看起來的層次感 還有看起來會豐富一點點 在衣櫃裡 以簡約為主的單位設計 如果想在木材形狀 拼砌手法以外 增加其他視覺焦點 顏色方面都有一定的學問 其實本身這個單位 是以白和木,是以大蝙蝠 我再加了一些凍石元素 這種凍石也是卡其色為主 如果要配合同一接近色彩色 我會選擇啡、橙、紅等顏色 變成跟木、卡其色的顏色比較接近 我想保持一個比較溫暖的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在單位不同的位置 不論是客廳、主人房裡 可能是窗台坐墊、布藝的位置 都會選擇同一種橙色 無論是中倒桌的卡其色 全屋木色面的啡色 或作為點綴的橙色 這些都屬於大地色系 在色環當中 大地色通常是指橙色、紅色、黃色等暖色系 加入啡色後的深色變化 由於它們屬於輪近色 所以配襯出來的效果就會更和諧一致 最後我們看看客房設計 這間客房其實是一間多功能房 並且裡面的櫃其實是一張反床的櫃 就是為了招待一些朋友 如果有時要睡覺的話 那個櫃就可以反將床下來休息 同時其實我自己挺喜歡 這次單位的客廳 因為我將它有個牆身 鋪成為玻璃的元素 當在客廳的時候 可能在廁所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前面是一個 郵輪碼頭的風景 所以在客廳 雖然面積不算太大 但是由於它有很多窗 很多玻璃 所以就算不開燈的情況下 其實客廳也很光亮 而且可以很開躍的感覺 所以變成客房這個元素 會把最多功能、最多功能的位置 都放在客房的位置 休息的空間 就真正正放回主人房裡面 溫感的木材材料 除了可以做出耕替的設計 不同的紋理變化 各種形狀和拼砌方式 再加上顏色的點綴 即使是一個物料 都足夠做到千變萬化的家居設計 大家不妨參考一下